今年的董事经理 黄儿水扑扑 我们以宝 皇冠钻石经理 我们的CVMPJ 我们来自马六甲的皇冠钻石经理 Mr.Kamiya 还有我们来自全马各地的伙伴 领袖和各位来 包括我们来自马六甲的朋友 你们在哪里可以听下你们的掌声吗 我们来自马六甲的朋友 欢迎你们 谢谢 还有我们来自 祖宝 冰城 凯雅 八山等各地的朋友 你们在哪里可以听下你们的欢呼声吗 哇塞 谢谢你们老远来支持我们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乙宝的朋友 乙宝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可以听下你们的尖叫声和冰地声吗 哇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非常的感恩 好 我们全场的来宾朋友们 可不可以再一次 以一个热烈的掌声来给我们金康公司 祝我们祝我们的金康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呼呼高声 Hemmy birthday 谢谢 谢谢金康 谢谢你们的掌声 谢谢 今晚非常非常的开心和荣幸能够站在这个富丽谈华的舞台上与大家见见面聊聊天 其实我加入的金康已有几年的时间了 还记得刚刚加入金康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眼光啊 包括了我身边和我一起在英国毕业的朋友啊 他们常常会问我啊 哎呀 你读这么多书做直销啊 会不会散扬了一点啊 哈 这个问题啊 几年前哦 到现在啊 还是有很多人不停不停不停的在问啊 就在三个星期而已啊 我妈咪遇到了她的一位旧同学啊 刚巧这位Auntie的女儿也是在英国毕业回来啊 她马上就问我妈咪啊 她说 哎 我女儿现在在新加坡做工啊 薪水很高啊 啊 听说你女儿啊 也是在英国大学毕业回来对吗 啊 她现在在做什么工呢 啊 我妈咪又说 啊 我女儿现在跟我一起做直销咯 你知道吗 那个Auntie的反应很大 哈 她的反应很大 马上就说什么呢 哎呦 你这个妈咪有没有搞错啊 居然呢 你读这么多书呢 女儿做直销咯 赚到钱咩 哎呦 然后呢 谢谢 然后呢 我妈咪又怎样回复她说呢 我妈咪说 哎呀 她还不错啦 现在我们家里啊 所有的七次啊 所有的养房啊 哈 包括了我们豪华的BFW啊 包括我们Shopping 喝茶用的泡池啊 包括我们休闲用的几步七次啊 都是做直销专门来的 我的女儿啊 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呢 也有五位数字啊 哈 我儿呢 我们进 我们的公司啊 还会邀请我们啊 全家人啊 免费出国旅行啊 我女儿啊 不单可以在金卡事业中找回自己啊 而且还可以啊 兼顾到自己的家庭和小孩啊 哈 那个Auntie听了以后 拥金嘴巴大大的的 马上就问我妈咪 哎呀 这家是什么公司呢 哈 我也要叫我女儿回来了 找你们啊 做你们的公司啦 那各位全场的来宾朋友们 请问这家是什么公司呢 对了 就是金康啊 哈 老实说了 几年前我刚刚开始加入这金康的时候啊 我也有曾经怀疑过 哎 金康真的可以做吗 哎 金康真的可以实现我的梦想吗 哈 所以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们 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来证明啊 加入金康是对的 选择金康是明智的 金康真的可以让我实现我的梦想啊 现在我朋友啊 跟我一起在英国毕业的朋友 都非常非常陷入我过这 有钱又有心的日子啊 哈 他们常常上班 这个朋友啊 我的朋友常常会告诉我啊 他们最讨厌什么呢 他们最讨厌上班哦 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啊 他们最讨厌上班啊 哈 每天做自己都喜欢做的工作啊 但是每天要重复的做 而且要把它做得最好啊 直到二三十年退休为止啊 我的朋友也告诉我啊 他们最讨厌啊 就是每天早上的闹钟 对吗 闹钟一响啊 他们啊 天还没有亮啊 就要打起温暖的背窝 准备上班啊 我上班族的朋友也告诉我呢 他们最讨厌是什么呢 星期一咯 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讨厌星期一啊 他们说啊 因为星期一啊 等到星期五啊 才可以放假休息啊 哈 所以我的朋友常常告诉我 他们也讨厌什么呢 讨厌午餐时间啊 午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啊 我每次与他们吃午餐啊 他们总是狼吞午餐啊 吃完又可能去上班啊 哈 我约他们去旅行啊 他们说 哎呀 好啊 但是要等到公共假期或上老板申请后 才可以出国旅行啊 而且啊 他们说啊 不可以去太久啊 我问他们为什么呢 他们说啊 如果假期又晚了啊 老板会扣薪水啊 所以我的朋友啊 常常告诉我啊 他们的人生 没有了时间 没有了自由 没有了意义啊 哈 有时候我会反问自己 如果我没有加入金康 我现在的日子会是怎样的呢 会不会像他们一样过着平平凡凡的日子呢 感恩老天爷啊 我很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一个不平凡的妈妈 哈 是她把我带入了金康 哈 虽然她小学还没有毕业 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但是她常常告诉自己 我不可以这样子过我的一生啊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啊 我要改变我的人生啊 她就是我们以保最高级的 皇冠钻石 可以吗 谢谢我的妈妈 她不但改变了她的人生 改变了家庭的生活 而且她还帮助了更多的女人 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帮助更多的女人从平凡中走出了不平凡啊 她让所有的女人都知道啊 其实我们女人啊 一点也不简单 其实我们女人啊 也有无限的潜能 也有自己的梦想 只是有时候 我们女人啊 没有勇气啊 把她发挥出来而已啊 所以各位全场的女士朋友 各位全场的来宾朋友 没有现在机会来了 机会是给准备的人 你们准备好了吗 啊 现在哦 有一种工作 他不管你是毕业生 是会大学生 不管你有没有工作纪念 没有学历 没有口才 没有年龄限制 但 他可以给你自由的上班时间 他可以给你赚很多很多的钱 让你轻轻松松拥有名称 好吃和好财 甚至过着令人羡慕 有钱又有闲的日子 你们要不要 啊 这种最大的工作就是 选择金康事业 几年前我就是做了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呢 影响了我的一辈子 改变了我的人生 让我明白我的未来不是吗 金康改变了我 他也能改变你们 亲爱的朋友们啊 只要你大胆放手一丝 你也可以在金康事业中 找回那个美丽自信的自己 让自己与家人 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有一个更未来啊 更幸福更美满啊 朋友啊 请问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六个 七个 八个还是九个呢 对咯 人生只有短短几个十年而已啊 所以啊 金康公司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最公平的机会啊 当机会来了 有的人没有好好地抓紧的机会就会在我们的手里白白的流失 那时有的人抓紧的机会就会成功就会变成了富翁 各位今天坐在台下的你就是几年前的我 而今天站在台上的我 将会是明天的你们啊 所以 朋友 当你看到了金康 就要装紧金康 加油金康 从事金康事业 只要你相信公司 相信产品 相信我们啊 梦想一定会成真 加油朋友 我们高峰见 谢谢你们 谢谢